庆帝怎么也没想到 叶青梅生前留下的这五大杀器 才是对他最狠的算计 第一个 巴雷特狙击枪 这本是叶青梅从神庙带出来 用于自保的武器 但因为有五竹在身旁 他几乎很少使用 巴雷特第一次面世 便直接击杀了庆帝的两位皇叔 这才让庆帝得以顺为成帝 庆帝见识过这件大杀器的威力 所以叶青梅死后 他就一直在努力寻找 装着巴雷特的箱子 只是箱子早已被五竹带走 箱子上的钥匙 也被老太后撕藏了起来 此后庆帝便一直身举剪出 不仅卖力地研究弓箭和护星凯 还让身披重甲的卫士 一直埋伏在自己周围 就是为了防范神出鬼没 威力惊人的巴雷特 虽然在大决战中 因为范若若心软 没能直接将庆帝抱头 但也让庆帝失去了一条臂膀 令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 第二个 拥有大宗师实力的神庙机器人五竹 五竹从神庙出来后 便跟随叶青梅走南闯北 与四大宗师都打过架 未尝一拜 他的身法和速度 是四大宗师都望尘莫及的 庆帝如果不是有神庙帮忙 调走了五竹 恐怕动用千军万马 也未必能杀死叶青梅 叶青梅死后 庆帝最怕的 就是巴雷特和五竹的突然袭击 好在五竹一直留在 弹州守护范贤 无暇他顾 庆帝曾派叶刘云去弹州找过五竹 在确认了五竹失忆后 才暂时放下心来 只是他没想到 自己最终还是死在了五竹的手里 却不是五竹祭拜了他 而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揭开了五竹的眼罩 被无敌雷射光线 轰成了彩虹 第三个大杀器 便是陈平平轮椅里的两杆线弹枪了 这两把枪原本是叶青梅给残废了的好闺蜜 陈平平设计的防身武器 没想到最后却成为了陈平平刺杀庆帝 为叶青梅报仇的绝命杀招 许多年来 陈平平一直将他们藏得极为隐秘 无论轮椅大修过多少次 两侧已经包将的扶手 却从未换过 世间也再没有人知道这两把枪的存在 虽然陈平平最终也没能将庆帝杀死 却也突破了庆帝的防御 让他重伤不治 日渐衰弱 第四个神庙功法 庆帝虽然是大宗师 却一直尊物 世间有大宗师这样的怪物存在 要不然他早就可以一统天下了 北齐和东夷城之所以和庆国并立 就是因为由苦和和四顾剑 这两位大宗师坐镇 而他俩和庆帝能成为大宗师 全都是拜叶青梅带出的神庙功法所赐 叶青梅死后 四顾剑曾单人单剑多次闯入庆国皇宫 试图教训庆帝 苦和虽然一直隔岸观火 却也选择了在大东山加入四顾剑一方的战局 其中便有着为叶青梅报仇还恩的考量 虽然他俩都被庆帝算计了 但他们门下的种子弟子却继承了一致 完成了和范贤一起刺杀庆帝的壮举 也曾经是庆帝心中不得不担忧忌惮的毒刺 最后一个就是范贤了 范贤之所以生来就有现代人的记忆 就是因为叶青梅知道自己必将面临背叛和死亡 所以提前将这份记忆数据植入到了自己和庆帝所生的孩子身上 而范贤也凭借叶青梅之子的身份一路开挂 一步步走到了庆帝的对立面 组织两次刺杀最终将庆帝消灭 文治武功天下第一的庆帝至死都不知道 是叶青梅无意中留下的这五大杀器敲响了他的丧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